tomato Yo,我是小茄 這次來介紹一款節奏輕快又充滿戰鬥風的桌遊 STAR RIMS 中文名為星域奇航 是一款排庫構造類的太空星際主題遊戲 在2014年推出實體桌遊後就造成了轟動 後來還集資出數位版 目前已可以在各大數位平台搜尋得到STAR RIMS 但是有支援中文的還是只有實體桌遊 這邊的介紹將以STEM平台的STAR RIMS為主 遊戲為免費下載DLC付費制 在免費遊玩的關卡中 已足夠讓你認識到這款遊戲的玩法及魅力 如果想要遊玩更多的章節 或是想與他人對戰的話就需要再購買DLC 購買DLC需要看清楚想要哪些內容 或是你也可以像我一樣全買 最棒的是它有同步功能 所以我STEM的DLC買了後 也可以在IOS或Android上下載來玩同樣的進度 數位版除了方便攜帶遊玩之外 還會幫你把場地都設置成初始狀態 可以直接玩 省去了洗牌跟設置的時間 在自己的回合中 可以隨意選擇執行下列行動 打出適合的手牌 執行購買新卡片及攻擊對手 使用基地卡或傳接卡的門禮 直到有一方全力點歸零 遊戲就結束了 適合喜歡排庫構築 喜歡太空星際主題 喜歡簡單規則 喜歡坐遊的人遊玩喔 每個人其實全力點有50點 可以依靠卡片能力不斷的增加 其實牌組有8張偵察者 其2張腹蛇 偵察者有個黃圈代表1塊錢 腹蛇有個紅圈代表1點攻擊力 場地設置好後遊戲就會開始 騎士玩家第一回合抽3張 其餘玩家集之後的回合都是抽5張 騎士玩家先把手牌攤開 偵察者可以選擇購買交易列 及探索者排隊 剛買到的新牌不能執行能力 並且要馬上補一張牌到礦缺 錢購的話還可以再買新的牌 購買完之後還可以使用腹蛇攻擊對方 按下結束回合 把剛攤開的手牌及購買的新牌都放入7牌堆 然後重新從自己的牌庫抽取5張手牌 如果牌庫抽完了 就把自己的7牌堆洗好再當牌庫用 並且輪到對方的回合 勝利條件是一方的全力點歸零就贏囉 傳劍的主要能力在被當手牌打出來時即可發動 有派系的卡片就會有派系能力可以使用 條件是需要同時同派系的在場上才可以發動能力 不管是船艦加船艦 船艦加基地或基地加基地都可以 廢棄能力則是可以選擇將卡片移出遊戲來獲得額外能力 不過廢棄能力就代表卡片不會再回到牌庫 所以只能使用一次 基地基本上與船艦內容差不多 差別在於基地會留存在場上每回合提供一次能力 直到被摧毀或使用飛機能力 如果要摧毀基地就需要打爆它 需要在一回合內的攻擊力大於基地的防禦力才行 基地牌有兩種 普通基地及前哨基地 前哨基地在場的話 對方必須先把它打爆才能攻擊得到你 類似於RPG遊戲中的嘲諷能力 普通基地則可以被對方忽略 選擇直接打你臉 黃色為帝國艦隊 能力大多為抽牌 即讓對手棄牌 紅色為機械科技 能力大多為將卡牌廢棄 綠色為外星人 主打高攻擊力 藍色為貿易船艦 主打著前都回血 是我不是 四種派系代表著四種不同的性質 努力的組合出自己想要的組合技 就是這遊戲最好玩的地方 適合喜歡排庫構築 喜歡太空星際主題 喜歡簡單規則 喜歡坐遊的人遊玩喔